大家好,今天是6月3日星期日 今天可能会讲长一点,讲两个topic 所以省略了其他问候的那些 今天是6月3日,明天是6月4日 今天想讲两个主题 第一个就是,大家都看到 现在参与6月4日的年轻人 是越来越少的 你看到集会,是越来越少人 有点像毓敏说的行礼如宜 就是我们做了这件事就算了 所以因为行礼如宜的关系 所以年轻人的一代 我记得去年的今天我也有说 已经越来越少人去参与,他们就说 他们不会参与支联会,中大,港大 他们是会自己搞的,没有搞的 最少大型少少的没有搞 所以,究竟年轻一代 今年是2018年,再去多5年10年之后 究竟年轻一代还会不会有六四的情怀 还是六四只是变老柴 出现的项目,那些年轻人 或者年轻人硬被他拉去 还是这个情怀可以继续伸延下去呢 第二个当然是说地铁沙中线 这个剪短钢筋的事件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 因为今天会讲长一点 首先,我说之前 我有看了政治揭露 何志刚有说 何志刚就说 在他香港的 即是,何志刚现在身在加拿大 我都不定时有听他的节目 他说他在香港有一位家人 手机就被人骚扰 嗯... 怎样说呢 我觉得,如果他这样说 是... 很难... 避免他的家人是... 不被人骚扰的 因为我看了何志刚这个节目 他的节目大意 就是说 支联会 如果简单说就是华叔 是完全靠六四而崛起的 就是华叔 有一个这么崇高的地位 的原因 就是中期后半生 都是因为六四 但是 他明知道六四 就是这班学生 因为 收受了美国佬的某一些好处 例如 给他们有美国的居留权 例如 给他们有一些... 就是现在很多... 大家都看到很多事实 就是... 李六 吴尔开希 柴玲 那一班民运分子 其实他们在美国的生活 是过得很好的 是收受了美国一些好处 加上当时香港 给了一大笔好处 他们去了美国 所以当时呢 在天安门广场里面 他们怎么都不撤走 也播了柴玲一些片段 说一定要流血 也播了一些片段 说当时在广场里面 是有很多假消息 令到那班学生 或者那班群众觉得 没问题的 你们可以留在广场 有另外一些政府的军人 是支持他们的 不会清长 不会死人 讲完整段 那么长的政治揭露 大概讲的框架就是这里 我 没有说何志光错 因为我们 曾经在去年的节目 我也有说过 何志光年纪被我小 但也不是小很多 我小几年而已 因为他说他当时是十六七岁 我记得当时我是二十至二十岁左右 差不多 我比他大 但也不大很多 大几年 以我 当时的记忆里面 这班学生争取的东西 为什么这么快就有一个全国可以支援的运动呢? 原因就是当时穷 真的可以说我们90年 91年出来工作 我们当时的公司有些厂 已经是八多年已经在大陆 是相当贫困的 因为一个国家贫困 当然有很多原因 可能对外贸易的问题 贪腐的问题 这班学生 我很相信 美国佬在六四里面 是有首映的 但是美国佬 是没有遇到 或者没有人会遇到 他真的会出坦克 掃评这班学生 或者是居民 或者是市民 这个后话 这个后话 当时我不否认 有何志刚说的东西在内 但是也不能说 那班学生的诉求是不对 因为当时的国家怎么办 你们上面的人 大如大欲 下面的人民窮得窮 也相反地说 为什么现在的情怀会低了呢 很大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大家看到 就是中国人去 全世界现在是最有钱的 去一去欧洲都花几千欧罗 平均每一个人 最靓的机场 最靓的高铁 所有名牌 现在都集中在中国 那六四以前的情怀 就没有了 为什么会没有了 因为人们不窮 第二个当然是消息的问题 大家如果去 百度 搜寻大陆里面 搜寻六四那些 是一面倒地 就是说是一些叛乱 暴乱 搜寻林彪 就是 杀一个卖国茶 你现在 Yahoo 根本上 搜寻六四 是找不到东西的 你用别的字才行 因为 国家富裕了 市民的生活好 加上消息封锁 那不用说 教育肯定是当时的暴乱 现在的小朋友 或者年轻人 多许会听 我们那些 上了年纪的 讲回当时的故事 因为对他们的切身 没有影响 等于 你现在看 《公心计》 看电影 也好看 我如果说给你听 又没有听 因为唐朝的东西 在N年前 所以现在 没有了气氛 但是当时 经历过的人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 他的记忆还在 所以 何志刚 如果这样说的话 是会引起很多 以前的人的不满 即是你说那群民民分子 是收钱搞事 我觉得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我不知道 但是有些事情 何志刚也没有说错 当时我有朋友 在香港 是捐了钱 他们是经过香港 再去美国的 那时候是不少钱的 那时候是几千万的 大家记忆中 这群去美国的民民分子 有多少去搞过呢 除了做过一两次集会之外 黄丹 李禄 柴玲 封重德 二开熙 全部都是新江颈嶺 加肥屋润 很难被人怀疑 但是 我们不能因为他现在 就觉得当时 他是特意要做到流血 因为受了美国佬的贵劳 因为收了美国佬的好处 或者将来会收美国佬的好处 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用一个这样的关联的 逻辑推断的话 那何志刚的家人被人骚扰 是很肯定的 我自己觉得 那这个是我对于 就是 何志刚的小小回应 那说回今天我们的主题 那 六四 这些 的细节呢 我不再说了 因为 就是说过很多次 我其实想集中说回 无论是何俊仁也好 或者是长毛也好 或者一些 上了年纪的人 或者一些 泛文派里面 上年的今天呢 是搞到热红红 包括黄毓文 走出来就是说 就是你们港大啊 中大那些都 不爱国啊 在论坛里面 吵龙巴闭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我自己看回 天安门母亲 有几位过了身 有些还留住 当时的怨恨 到现在我想 在一个荧光幕前 可能当时是母亲 因为 明年就是六四三十年了 如果他当时 好像我们的年纪 现在八十多岁 的话 其实很辛苦 好像 昨天访问刘霞 刘霞都说 他说 国家应该加多一条 无期徒刑的罪 就是 爱刘晓波是有罪 我不觉得 中共政府 是会平反六四的 有没有人平反林彪 有没有人平反周恩来 没有 当 他控制了媒体 控制了教育之后 很坦白说一句 就慢慢淡化 是吧 慢慢淡化而已 你觉得国家会道歉吗 是不可能的 我在想一件事 我们将我们 这种怨恨 再带给我们的下一代 当时他们都未出生 其实有什么好处呢 那件事过了 分分钟当时下令 邓小平已经死了 是不是 的人 现在已经 不死的都已经 入了医院了 好像江泽民那些 我们将我们 现在的怨恨 再放进去 我们的下一代 再传下去 再下一代 第一 你传不到 第二 为什么我们 现在二十多岁 为什么我们 要因为六四 而反对国家呢 究竟谁说得对呢 喂 你又敢说 教科书又敢说 美国又敢说 我也不知道听谁说 但是 之前的民运分子 在美国 风山水起 没有 首先要明白 一件事就是 六四 已经是一件这么久的事 现在 中共 都是专制的 但是一件事 会不会再发生 之前六四的那些 不会的了 等于 你美国 特朗普 有什么我去打 你伊拉克 究竟有多少 现在的美国兵 是 愿意去打仗 多少欧洲的兵 是愿意去打仗 我答你是零 为什么 好吃好住 他去做兵 他为什么 即是为国捐躯吗 为了份人工 你伊拉克那些不要紧 为什么他反正都窮 反正都死 你 再加上网络封锁 教育封锁 我经常都说 即使香港 现在的国民教育 是改革的 都不会让你知道 社里面六四的真相 你父母跟他们说 他们年轻人 就不愿意听 慢慢慢慢就没有 慢慢慢慢就散 就是这么简单 在现在的年轻人里面 喂 我宁愿看看 如何买到楼 如何生活好 我去平反六四 为什么 我平反六四 分不然回不了内地 影响我前途 但是我们想一件事 你平反到什么呢 我们就要想 就是客观环境 是不 就是给不到你做这件事 有些可能跟我说 你母亲人死在六四 你当然说得口响 我觉得不是 有些事情 你坚持下去 在个心里面 是不是 在个心里面 我们还怎么从那些年轻人 叫他去支持六四 是不是 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 历史这件事 至于他们 知不支持 他们觉得 这件事应不应该 不放弃 我觉得 应该由那些年轻人 自己决定 中国的传统文化 他们应该要知道 但是 如果你说要平反的 大把东西要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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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年轻人 是不是很不空 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 给他们一些空间 不知道大家 还记不记得 菲律宾人质事件 有一件事 我真的觉得 梁振英做得好 我不是赞他 而是说 MASA 即是那位导游 中间 是道歉了 赔了钱 我们知道 这是政治交换 当然是因为 中国的关系 如果不是去理梁振英 也有味 但是这个问题 他道了歉 他赔了钱 起码那家人 就可以从伤痛里面走出来 重新上路 你带着伤痛 一直下去 是没有意思的 人死了 不能够回生 当时那些 那些 就是 那些 绑匪 全部都打死了 那你是不是打死了 那是菲律宾总统呢 是不是 就是我觉得 应该 由 现在年轻人 去决定 究竟 我们应该 让他知道真相 但是 究竟 他们觉得 六四应不应该 要传承下去 他们不支持 这些就是他们自己的决定 但是 今日我可以告诉你 以当时 我记得的 因为我们当时 20岁 20、21岁 一定有美国佬从中挑拨 但是最后的结果是这样 就不一定是美国佬预期 也都没有人预期到 当时 真是会出坦克车打的 究竟有没有条件交换 如果现在眼望下去的话 有 也都不出奇 但是 就是 当时 令到香港 有这么多人移民的 就一定是 益了美国佬 英国佬 其他地方 最出品的一个就是 景雄移民 是不是 这个是很肯定的 因为 最后得益的是哪个 肯定的 当时也都有大部分的人 是突然间不敢去内地投资的 是去到九二三年才好 就是这样 我不相信 中国现在的官 他最多去探户 他最多去探户 他再去做这一件事 他们不会 因为 为什么 你享受了成果 你现在 难听你说的 他发了达 他还怎么会走回头路呢 是不是 今天 或者明天 应该仍然有游行 或者是祝国晚会 我觉得 参加的人 就去参加 如果不去参加的人 在心里面 有这件事 就OK了 我们也都真的希望 有些事情 大家放下 我们当时 是一个未出来 做事的小伙子 今天都去到这个岁数了 那还要把那个仇恨 放在自己里面 不开心 放多久呢 是不是 有些事情 你争取不到 是没办法 我不觉得 在我们有生之年 会争取到 你看回以前 多少在文化大革命死的人 多少冤死的人 在中国政坛上面 平反到吗 平反不到的 时间不到 就没办法的 但是我们也要 向后说一句 就是和何子刚刚就说 当时支联会 能够迅速崛起 而在香港 差不多佔了一个大党 那时候没有犯民 原因是整个社会的风气 的问题 当时的大气候是这样 当时的大气候 这帮民民分子 就是英雄 但是时间总会过去 今天 中国富强了 再没有这个大气候 人很奇怪的 当一些英雄落烂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他是英雄 但是当那帮人富有 你就会觉得 他是一些 从中取利 狡诈之徒 何子刚播出来 柴玲哭着 就说 大家要看下这帮无乃的政府 我们将来 有可能会流血的 当然一语成忏 但是问题 究竟柴玲当时 是不是真的 死留着那帮人 被政府打 被坦克车过 而六四 最主要的兇手 我觉得不是这帮民民分子 无论任何情况之下 都不应该打自己 手无算计的平民 有些跟我咬 他们有把西瓜都有把田 我们不讲这些 因为为什么 坦白说 那难道 拿到报纸去打吗 是不是 我自己觉得 怎样都好 不对的 是当时的中共政权在先 美国佬在中间煽动 如人得利 永远永远 美国佬都是用这招的 美国佬 英国佬 没有欧洲佬都是用这招的 永远都是 他不会自己打 他不会在自己的战场上打 所以大家永远心里面都要记住 这些人做事是有目的的 当时六四的牺牲 我自己觉得 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即使没有发生六四 坦白说 国家一样发展到今天 你牺牲 不要紧要 人都是要过去的 人都是要离开的 你九十岁一百岁都要离开的 但最重要是有没有价值 还有 你牺牲了 可能只是 一枪 十秒钟 但你的家人 为你伤心 还有四五十年 这个大家要想 好吗 接着我们就 沙中线事件 只是这个我们都说了二十二分钟 先喝一口水 这个沙中线红磡站事件 其实这个就是在 现在你看到的 红磡火车站里面 红磡火车站 就要抗建 大约是double 一倍 因为要做这个 开多一条沙中线的站 那当然要抗充 那就是容纳多些人 马士亨的OK论 其实就已经被人铲到PK了 那他走出来 他就拒绝道歉 OK 拒绝道歉 但是他就说天口庆 Fine 算了 这些我们不说 现在由这间 外判商 中科卿业 爆出来 就说 2015年 沙中线抗建站 在屯门 抗建在屯门 那个位置 那个地台 接连那个 层板的钢筋 正常呢 正常呢 应该是大家马住的 跟着才灌石 灌石 但是呢 居然发现呢 是没有马住 剪短了它 上回螺丝盖 跟着就灌石 那会出现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当你 车震的 那很多时候那些位置 就会松脱 甚至整个板塌下来 那当然我不知道 我不是工程人员 我不知道会怎样 但是那问题就是说 那他明明收了钱的 就是大家首先要明白一件事就是说 这件事是发生在香港 并不是发生在国内 发生在香港 大家要做些什么工程 就是当然地铁都会外判 外判那个人再外判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外判商 在之前说好 突然间会偷工减料得这么紧要呢 中科卿业爆出来就说 其实2015年 已经知道 因为你走过一巡 你已经知道了 钢筋剪短了 但是呢 有人叫他 因为保密协议 签个合同 不可以出声 不可以出声之余 再出现 再发生 好了 问题就是说 大家看到这篇报道就是说 公司前线人员 在2015年的7月 已经揭发了 我当你一块两块板 当时的总成件商就是 礼顿亚洲 就是礼顿亚洲 然后呢 接了地铁这个工程 地铁再扔下去中科卿业 那可能 做这个工程的 公司 再在一家外判都不出奇 一个这么大的站 但是问题 就是 你现在看到 不是一个个别事件 而是说 根本上 根本上 当时 就是会这样做的 那我们想知道一件事 为什么 在香港 收了钱的成件商 是没有做到当时 他答应要做的事呢 原因在哪里呢 那 当 田北辰就说 中科 是很有问题 但是中科就说 他没有和礼顿有任何争议 当出现这件事之后 他们还答应协助日夜赶公 但是 根本不属于中科责任的延误 是拗了180天的 简单说句就是说 中科发现了这件事 李顿就说你不要出声 李顿就跟中科说你要搞定他 中科就说 这件事都不是我做 我怎么搞啊 那很正常 如果不是他做的话 那很明显一件事 就是说 如果中科是他自己发现 自己报料出来的话 很明显就不关他事 如果是的他自己也走出来 对不对 好了 问题究竟一件事 这些 剪钢筋的行为 是哪一间公司做的呢 是哪些人员做的呢 这些人究竟是否属于中科去做的呢 我相信中科和李顿中间 是有很多浅银上的瓜葛 或者甚至有很多东西 这个李顿是极有问题 给不足钱 找了别人去做 那就不关中科事了 但是因为中科有保密协议 所以他不让他说 所以这件事是由2015年8月开始已经有的 但是保密保密 暗暗暗暗暗暗暗到现在 我相信 当时的运输局局长 或者当时的港铁主席 是一定会知道的 那为什么不说呢 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如果说出来 他很麻烦 也都要向公众交代 既然任期差不多满了 那就有他了 很明显的这个是 好了 现在接手了 一查到底的话 坦白说一句 一定有利益输送的问题 因为如果不是 正常的协议里面 写完要做些什么 喂大哥 怎样做一截呢 还有啊 你发现了之后 他叫你不要理他再做 这桶市是臭的 你看到那个盖就臭些 除了地铁 没有做好监管之外 基电工程署也都没有做好监管 居然地铁还有人签名的 那这个人是有没有去到巡查呢 眼望到的 大佬 就是由这些这样的事情里面 我们就发现 这些东西不是责任问题 是钱问题 是有人扣起了某一些钱 所以那间公司就不做 工人要付钱的嘛 那那些工人剪了它快点 还是博快点呢 是不是 在香港来说 如果你 踏踏实实跟着合同去做 大家签好东西的话 香港是不会出现这些行为的 所以100%这个里面是有利益输送 有利益输送之余 当时港铁 香港 基电工程署发现了这件事 港铁主席发现了这件事 李顿发现了 中科发现了 但是因为当时 如果养出来的话 极大问题 掩住它 等两位下台了 换界了 好了 现在都谈不定数了 就爆出来了 因为你追究不了陈凡 或者是马士亨的 因为为什么 新上任 旧的那个走了 那这件事 就很容易运过去 是不是 但是一样东西 如果马士亨所说 你信地铁 地铁就OK了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 两三巴打到他的面子 你不要忘记 沙中线超支 港铁超支 高铁超支 是谁给钱的 市民给钱的 你政府都不对 你基电工程署 你去到就看到 你港铁那个人 去到都看到 怎么会签个名字 这些是不可能的 那范国威呢 就打算去报警 我觉得这个 就不是报警的问题 OK 这个不是报警的问题 这个 直接是廉政公署的问题 有人贪污有人行悔 是不是呢 三十日 报纸有报导 多封电邮显示 李顿高层 一早已经知道 中兴也曾经向他回报 但是一件事 是没有人去 没有人去将这件事 招出出来 也没有向公众交代 就是地铁还会说 我不能够每件事 都要跟政府说 跟公众交代 喂大哥 这些是关于安全问题 这些是偷工减料问题 这个石 现在唯有做的事情 就是拆掉它 再做过 那些钱是谁的 市民的 是吧 大家有看到 认为未能释除公众疑虑 同时港铁证实 外判商的工人和判头 将钢筋支剪短 也是严重的诈骗 究竟有多少 是没有绑上钢筋 就这样剪了上螺丝 放螺丝盖 灌了石屎 我们不知道 哇 那会不会走一 och 整个塔了出来呢 那这个 陳凡呢 就准变ür 他说承建商灌石史前 已作出更正 我觉得是非常负责任的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报告都没出 我相信这个陈凡 一定跟地铁是有利益上的关系的 肯定是 不是不会这样坦污法的 那段话都没开始 调查都没出来 都没有报告出来 你就说非常负责任了 非常负责任就是在15年说 对不对 我肯定一件事 他一定说 以前那些人都走了 没人需要负责 说完就是这么简单 我百分之九十肯定 所以很多人都说 你这泛民常常在立法会里面 顶住了整个财委会 大家真的要看到 这些大白象工程 个个都想拨款过的 因为为什么 银马大 从中取利 没了一百亿 拿这么几亿的 条数多容易门得过去 但是一样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 高铁 现在沙中线 全部偷工减料 那怎么办 钱都去哪 胡乱用了 有些大白象的工程 我们应该要阻止它 等于我跟一个年轻人说 他说 去大湾区 我跟他说 你去大湾区 你找到东西做吗 他说政府说大湾区好 我说你去大湾区 你找到东西做吗 你有户籍吗 你怎么工作 你怎么工作 第一样东西 你去买楼 你怎么住 你是不是天天坐一条 港珠河大桥 一个月交通费都过万 你是不是去投资 你熟悉那边的环境吗 你知道人家怎么注册吗 政府有没有做过配套给你 没有 他叫你去而已 你自己都会去的 中山那些 想什么去大湾区 你政府就没有做好一个配套的措施 你林郑就是这么简单 你没有做好配套设施 你每天人收了国家的命令 每天都说大湾区好 大湾区正 那我怎么去呢 香港不要更多争论 林郑说 我们要创科 那怎么创呢 那些钱你就撥了去创科基金 杨伟红那里了 那创些什么 多少钱是流下来 被人去研发性呢 你都没有凝造过环境 是不是 大家不要听这些口号 我们做一样东西 你捏下去有馅才行 你里面都没有东西 说大湾区好 百年难得一捐机遇 那我怎么参与呢 我是不是没有国内的户籍 我都可以在国内里面做事呢 行不行 是不是 我怎么生活呢 我怎么在那里住呢 加了这条青马大 这个港珠澳大桥 那我怎么日日来回呢 是不是 这种东西它是没有想好 喂去 那你去到很旁徨的 大佬 没得搞的 其实都不会旁徨的 你去到其实 一个礼拜你回来了 是不是 没人没什么 你怎么去呢 那你又没有配套呢 那便没有了 是不是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嘛 那这些是 这些是国家说出来给你听的 但是一样东西 它是不是实际上 可能它想你去投资 因为你的钱去那里嘛 没问题的 你的钱去一定没问题的 是不是 但是你拿回那些钱就难了 我认识太多朋友 以前开发大西北的 大家都记得 那结果是怎么办 那结果是怎么办 现在你大湾区 有什么是 favor我们香港人的 没有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 你在美国 我无论在美国哪一分 都行同一个法例 但是不好意思 你过了一条港珠澳大桥 它走的法例是不同的 大家走不同的法例的 这个就是个问题所在 知道很多香港人以为 回内地 我都说了六四 不好意思 你千万不要说 真的打你也有份 打你也有份 内地和香港完全不同的 你不要以为公安好像 那么英明神武 那么维持治安 跟你想的不一样的 那你没有一个安全感之下 你叫香港人 怎样回去做事呢 就是我当我不怕死 我也有户籍才行 对不对 即内地人来香港 当然没问题 他给他自由 他给你开放 各样东西 都有程序的 好像这个唐林玲那样 如果你回内地 你试试在法庭拍照 有没有叫你请法官找法官 你回去睡觉 是不是 立刻你已经打了 但香港就不是 他内地来香港是 但是来一个更开放的地方 没问题的 但是你去一个收紧的地方 再加上没有户籍 你怎么办呢 不能发展的 是不是 所以我们经常说一件事 为什么立法会里面 一定要有平衡的势力呢 你样样东西 橡皮同章 一打就过了 那些钱 财务会拿 100亿 过 1000亿 过 200亿 过 当然是做大白账工程 为什么 这才能拿到钱 那才能拿到钱 对不对 东西都一百亿,几十亿的,几千万用了都不觉 那些钱就这样去了 所以大家有时候不明白 为什么我们经常说有一个平衡的势力呢? 你现在看,我们没有讲衰退的 高铁和现在沙中线 还有很多你未知,很多东西是掩住的 它骗到你两年的 它可以掩住所有东西的 现在一定是分装不云 又或者现在可能中科要赔到仆街 或者背上刑事责任 它就不理你保护物协议弹出来 不关我事的,这样爆了这件事出来的 这些一定要追究的 希望大家都跟着我一起发声 有时候的事情,如果你又不发声 我又不发声的话 那我们的钱就去掉了这些贪官 和去掉了这些所谓的桌底工程里面 好吗? 那今天就比较久了,讲了40分钟 那如果听完的朋友就真的非常感谢 好吗? 那这段我们的view数多的 就是唐林宁那单我们也过万view的 那多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 那下个星期再来大家见面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